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哟 那不是Medica真正的意思 哦 那是什么意思 Medica在国语里面是独立的意思 啊 独立 就是马来西亚在8月31号这一天呢 独立成为一个国家 啊 独立是什么意思 独立就是 这个还不好解释啊 我知道了 经济独立 不是啦 以前呢 马来西亚是英国的殖民地 啊 什么是殖民地 殖民地就是 英国管理着这片土地 我们做什么事啊 都要问过英国人 蛤 哦 就像 就像我们要什么东西都要问爸爸妈妈 对了 差不多是那个样子 然后英国呢 就把这里的矿产 还有农产品呢 又很便宜的价格呢 带回去英国 我们啊 就像跟他们打工一样 蛤 我们帮他们做工啊 对啊 后来呢 日本占领了马来亚 马来亚呢 就进入了日俱时代 啊 什么是日俱时代 呃 就是 马来亚换了日本人做主人了 啊 又换主人了 后来呢 日本战败了 退出了马来亚 英国人呢 又回到了马来亚 啊 又换主人了 就在这个时候啊 我们的先辈呢 向英国政府要求 我们要做自己的主人 我们要独立 然后呢 诶 经过了极力的争取 在1957年8月31号 马来亚联邦终于独立了 哇 莫得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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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后来呢 在1963年9月16号 沙巴 沙劳越和新加坡 加入了马来亚联邦 组成了马来西亚 哇 所以呢 马来西亚的国庆日 是在8月31日 9月16号呢 就是马来西亚日 怎么还有新加坡 哦 因为啊 在1965年8月9日 新加坡脱离了马来西亚 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哦 所以我们就有 国庆日 还有马来西亚日 两个节日 对了 所以我们就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了 没错 所以我们要怎样都可以了 对我们想做什么都可以了 哦 那我要每天吃大餐 看漫画玩游戏 等等等等 你说什么 因为你讲我们要做什么 就做什么呀 哎呦 不是那个意思了 那是什么意思 哎呀 做自己土地的主人呢 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以选出我们自己的代议室 组成政府 来管理我们自己的国家 哦 不懂 不懂 呃 简单的说吧 就是现在呢 我们国家的领导人 都是人民选出来的 哇 所以我们比他们还大 啊 什么叫我们比他们还大 因为是我们选他们出来的 呃 也可以这么说啦 所以啊 那些首相啊 副首相啊 部长啊 都是我们人民选出来的 那如果他们做不好的话 我们就选其他的人 哎 也对 不过呢 要等到大选的时候呢 大家才可以通过投票 来另外选人 哇 那他们只要听我们的话哦 嗯 为什么 因为如果他们不乖的话 我们就不要选他们 我们要选的不是听话的 我们要选的是有能力的 能够把我们的国家管理好的人 知道吗 那他们做不好 我们就换人 哎 对了 这就是独立的意义 我们人民啊 当家做主 我们可以选出我们要的领导人 哦 莫得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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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为什么又在喊莫得嘎 因为 我们家也要莫得嘎 哦 我们家也要独立啊 对啊 我们要选出我们家里的领导人 啊 我问你 嗯 我们家的一家之主是谁 当然是我啦 为什么是你 为什么不是我 我们也要选出我们家的一家之主 哦 我们也要莫得嘎 哎呦 可是你看 家里除了我 你们还有谁可以选 有啊 我妈妈 有大姐 有二姐 还有我还有弟弟啊 哇 你们每个人都想做一家之主啊 对啊 我们要投票 哦 你们要投票啊 哦 哎呦 当一家之主有什么好的 哦 就是每个人都要听他的 要买什么就买什么 哦 那如果你当了一家之主 你想怎么样 我想要 买了一大包的零食 然后每天玩玩具 每天 每天玩游戏 哎呦 你就每天享受这些特权啊 对啊 那 你的责任在哪里呢 嗯 什么是责任 你要享有这些特权啊 就要负责任 哎 家里没有钱了 怎么办 啊 就是你们去做工赚钱 我在家里享受 我们做工赚钱 让你去享受啊 对啊 告诉你 现在就算让你当了一家之主 你什么都不做 我们还是会把你拉下来的 知道吗 啊 如果我们不是一家之主 我要被你管了 对了 更何况 现在我还是一家之主 可是 可是 可是什么 去做工赚 走 哦 里面 有什么事 没想到 没想到 你怎么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